小朋友生日或者平时有派对 我们都可以自己做一个不用烤伤的慕斯蛋糕 又营养又简单又好吃 快点试下吧 今天做一个不用烤伤的慕斯蛋糕 我们现在先做蛋糕底 我用的是这个消化饼干 你也可以用奥利奥饼干 我们用到70克的饼干 用蜜蜂袋装起身 我们把它拍碎 捏碎一点等会放黄油去 它比较容易粘在一起 再在蜜蜂袋里面 接着倒40克的溶化了黄油 接着在袋里搓均匀 这样就会很充分的混合得到 现在把它倒入我们这个 6寸的活底蛋糕模 再把它压平 这个就是我们的慕斯蛋糕的底 就不需要再去敲海绵蛋糕 现在压平了 我们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 把它冰一冰就会变硬身 慕斯蛋糕的摄不到吉利丁片 我们做之前先把它浸住 把它剪小一点 这里两张是10克的 然后我们用食用冰水浸 因为它会吸收这些水分 所以我们要用食用水浸 浸它10分钟左右 我们今天做的慕斯蛋糕是草莓味 如果你喜欢吃芒果 你可以换成相等重量的芒果 这里200克的草莓 我已经用盐水浸了 很干净了 把它放到搅拌机 萝卜刀切小 够一下它比较容易打 再加多40克白砂糖 还有40克牛奶 牛奶不用加很多 打得动就可以了 把草莓打烂 打完之后 我们先放在一边 做慕斯蛋糕 少不需要淡奶油 这里是200克的淡奶油 视频最后 我会将配备写出来 你记得它截图一尺 免得洗电动打蛋器 我们按小奶油 直接手打 做慕斯蛋糕 不需要把奶油打得很稠 所以我们用手打 不用5分钟就搞定了 打到有少少闻路 出现就可以了 直接放淡奶油牛奶 做出来的慕斯蛋糕 没那么好吃 有条件我们加些芝士 这里是150克的奶油芝士 我们同样用打蛋器把它搅拌 如果你们没有奶油奶落 也可以用牛奶或者奶油 去代替芝士的份量 但是放芝士真的好吃很多很多 奶油奶落 最好夹着盐水来搅拌 打一会和其他溶液在一起 就会融合很多了 将这个奶油 草莓那一张 全部都倒下去 这盒芝士草莓糊就搅拌均 将它变成慕斯 还差我们的吉利丁 吉利丁都已经浸淋了 我们将里面的水 倒掉它不要了 再秤30克的牛奶 我们放到微波炉中 加热一下 让吉利丁融掉 吉利丁一遇热就会融 我们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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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将这盒糊搅拌均匀 这样就搞定了 超简单 这个饼干底已经硬了 我们就可以将这盒糊倒下来 现在我们就放去冰箱冷藏 冬它四个小时以上 就可以了 冬了一晚 武士蛋糕已经硬了 我们也可以脱舞 可以用风筒来吹热 也可以用热毛巾包住 去弄热那边 现在就可以很轻松地脱下来 把它放在碟上 放一放 再装饰一下 有些仪式感 种了这么久的清香木 终于派上用场了 小朋友生日 或者平时有派对 我们都可以自己做一个 不用烤箱的武士蛋糕 又营养又简单又好吃 快点试一下 哇 不得叫我女士先 用新鲜的水果做的 武士蛋糕 会比一些果酱好吃很多 你吃什么 不用客气 嗯 嗯 好吃吗 甜品如何吃不到那么好吃的蛋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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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